男孩只喝可乐不喝水 没想到这个坏习惯 竟然让他捡回了一条小命 只见妈妈刚喝完水 就变成一只绿嘴巴的丧尸 伸出胳膊就不停追赶小帅 好在他平时没少被妈妈打 跑得贼快 突然一辆急迟而来的汽车 就把母亲撞飞出去 虽然母亲已经撞断了一条腿 但他还是张大嘴巴一副吃人的模样 与此同时 听到动静的其他丧尸 也纷纷赶来 小帅赶紧拖着母亲 把他带回了家 其实这座小岛上的饮用水 已经被排放病毒 只要是喝了自来水的人 都会变成绿眼睛绿嘴巴的丧尸 而被咬的人 也会变成同样的丧尸 一夜之间 整个小岛上的人 都变成了可怕的怪物 好在小帅的妹妹 平时也用可乐充奶粉 才躲过一劫 随后小帅就把母亲关在浴室里 兄妹二人准备等待救援 这天小帅一如往常的 给母亲送蔬菜吃 可他不知道 妹妹紧随其后跟了上来 母亲见到香甜软嫩的妹妹后 张大嘴巴就想咬过去 好在小帅 及时拿出绿色蔬菜 引起了母亲的注意 但没想到 断腿的母亲 一个不注意就弄断柱子 被电视机砸中营 恨去很西北 可渐渐下去 家里的食物越来越少 可乐被他们喝得一干二净 为了活下去 他只能带着妹妹 前往当地最大的超市 只要喝了没煮开的水 就会变成一只绿嘴巴的丧尸 因为资本家在水里 排放了一种致命病毒 整个小岛上的人无一幸免 全都变成了 见人就咬的丧尸 好在小帅和妹妹 平时只喝可乐 才暂时逃过一劫 但随着家里的食物越来越少 他只能抱着妹妹 前往了当地最大的超市 但看着门外全部都是丧尸 小帅也不敢行动 不过很快 他就想到 家里还有一只小猫 然而小帅刚出门 超市外面的丧尸 就全部追了过来 赶紧点赞加关注 艾特你的大院种朋友一起看 好在这时 一只手把他拉进了超市里 原来超市里 还有一个幸存者老白 虽然老白和他交谈甚欢 但老白还把他 已经变成丧尸的女儿 关在了超市 他们试图向外界求救 但外面的人怀疑 他们是潜在感染者 根本不会来救他们 为了继续活下去 他们只能出门 研究病毒的原理 为了防止女儿养人 老白在他头上 带了一个笼子 但女儿的声音 引来了无数丧尸 好在关键时刻 他们赶紧坐到汽车里 才躲过丧尸围攻 在路上 两人怀疑 病毒是通过自来水释放的 能一夜之间 感染整个小岛的 只有水源 而且他们两个都不爱喝水 很快 他们就赶到了自来水公司 但丧尸女儿刚走进这里 就突然控制不住 直接跳进了臭水沟 老白试图把他拉起来 但怎料 直接拽断了他的胳膊 更神奇的是 小帅发现 丧尸的断壁里 竟然不是肌肉组织 而是草 资本家为了让草坪更温更绿 直接在地里 喷洒了一种致命毒药 随着毒液 慢慢渗入地下 小岛上的水源 也遭到了污染 只要喝下自来水的人 通通都会变成 贱人就咬的丧尸 但这还没完 他们害怕事情败露 直接找了两个杀手 处理掉感染的人 但他们宁愿错杀一百 也不放过一个 无论有没有感染 不会一枪解 随后 他们便在小镇上 安装上定时炸弹 炸死所有人 好在幸存的小帅和老白 赶到这里拆除了炸弹 但就在小帅 把妹妹放在地下 寻找解药的时候 两个杀手看到存活的小女孩 并没有手下留情 直接给她倒上了 有毒的绿色药丸 不知情的妹妹 一个接一个地放进嘴里 等到小帅赶到的时候 妹妹还没有发作 但还没走两步 杀手就找了上来 一个勒住脖子 一个捂住嘴巴 想杀死他们 结果变成丧尸的妹妹 一口就咬掉了杀手的手指 在三人殴打之际 一瓶白色气体掉了出来 而妹妹吸入气体后 瞬间好转便回了正常人 没多久 市中心的姨妈开着小船 接兄妹俩回家 不知情的小帅 把丧尸断手 直接扔进了海里 殊不知 小鱼吃了断手开始变异 海水被污染 市民吃了小鱼小虾 也开始变异 一场病毒的蔓延再次开始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平时喝水一定要烧开 最幸运的就是 这里的丧尸跑得慢 只要把动作做到位 跑得比丧尸快 或者别让他们抓到 就已经可以胜任这部电影了 速速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世界